土耳其里拉急插四成 醞釀翻版亚洲金融危机 土耳其里拉汇价近日插水 7月底至今短短两个星期 里拉对美元汇价已贬值超过四成 令到当地金融危机不断升温 消息不单只震省港股 一众新兴市场货币 包括人民币、俄罗斯劳报、墨西哥Payside 亦都难逃一跌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警告 一场翻版的亚洲金融风暴正在慢慢酝酿 而土耳其正正是今次危机的风眼 更质疑当地政府根本无能力解决问题 土耳其货币危机陆续浮面 背后离不开美元强势 美汇指数由8月起升了接近2% 近日更加冲破96大关 创超过一年新高 美元汇价和美国息口齐齐上升 就令不少投资者抵受不住息友 令到新兴市场出现资金大逃亡 另一方面 由于土耳其拒绝释放一名美国牧师 美土两国初侧口角 继而动武 除了互相冻结对方官员的资产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更宣布 将土耳其进口降与关税加码 分别上调到50%和20% 触发里拉汇价狂跌 虽然汇价插水 但土耳其央行上周一直维持佛系作风 遲遲未有加息或资本管制 阻止资金外流 而总统埃尔多安更加加白口 声言要减息推动经济增长 令市场信心大受打击 内外交困之下 里拉汇价跌极都未见底 更加一度跌至7.24对1美元的记录深低 直至星期一 当地央行宣布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向金融系统泵水 里拉的跌势才稍为存定 土耳其这场货币危机会否进一步发酵 又会否火烧连环船 波及其他新兴市场呢? 30UFJ银行环球市场研究 东亚区副总裁王永思就认为 里拉持续急跌 有机会引发欧洲违约危机 如果当局越迟推积经济措施 情况或进一步蔓延到其他新兴市场 暂时我们见到市场仍未好定 没有再跌下去 但曾经都穿过7 水平如果是超过7.1 我们都会很担心它会影响到其他新兴货币 如果是亚洲来说 可能会有机会影响到印尼方面 我们的关注会大一点 而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云就相信 今次土耳其的货币危机 不太可能触发另一次的亚洲金融风暴 土耳其的问题有很多都是它有它自己特殊性 第一就是它给美国制裁 这个亚洲国家梦 第二就是它们央行的信誉是受到一个很大的挑战 亚洲国家亦都梦 土耳其我们说的精神仗价值超过6% 其实在亚洲国家都不太普及 都挺罕见的 亚洲国家经历了97之后都知道 以靠外债作用是有危险的 至于大行又怎样看呢 高盛就认为 今次危机蔓延风暴暂时有限 不过提醒美元强势才是最大问题 在欧美央行收紧货币政策 流动性紧绝下 新兴市场肯定会受当其冲 Deolithic 和平安